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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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預感這一集小女生看了 應該會覺得心花怒夢很喜歡 因為我們今天要教小女生做的 就是仙女棒 每個人都可以變成小仙女 好 今天仙女棒的 Bling Bling的是不是很夢幻呢 我們特別還幫她打了一個 金色的Juju 好像跟我一整套裝扮還滿搭的 這個仙女棒其實你在家 可以拿起來玩 因為你跟小朋友在家的時候 可以便便看魔法 然後你就可以對著她說 把你變成某一種小動物之類的 然後可以來較量一下 到底誰的魔法能力比較強 今天要做的就是像這樣的一個 星星魔女棒 我們要請來今天達人老師 教大家要如何 其實用我們現有的材料 變出那麼一隻魔法棒 歡迎向日葵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向日葵老師 老師 我要用這個魔法棒 把你的材料變出來 告訴我們你要用到什麼樣的材料呢 好 沒問題 來跟大家說一下今天材料有什麼 今天材料我們用到的 會用到我們的毛根 還有我們的斷帶 斷帶會有兩種不同尺寸 一種是比較細的 一個比較粗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布膠 我們的工具的部分 會使用到的是剪刀 還有我們的熱溶膠槍 然後材料部分 還會用到一根氣球桿 然後還有我們的紙張 還有硬直綁跟我們的這個 猩猩的紙張 還有一隻鉛筆 材料就是這樣子 好 今天的主角其實是毛根啦 因為如果你要讓它銀色 Bling Bling的話呢 你需要綁很多圈的毛根 然後再加上呢 現有的材料 比方說老師說 這個其實是氣球本身就有的棒子 大家不要急著丟 很多東西你都可以反寶再利用 那我們要請向日葵老師 開始動手做囉 好的 那今天的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先來做的是用一張紙 我們可以用紙畫出一個星星的圖案 那這個星星的圖案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大小來 來做那個決定 然後畫完之後呢 你可以把硬直綁呢 再拿出來 然後呢拿著鉛筆呢 把這個星星呢 的框框稍微框出來 差不多0.1 0.5公分的部分 把這個這個線畫在上面 畫完之後呢 我們再使用剪刀 把它剪下來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今天就不在這邊做示範 然後我們把它剪下來之後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像這樣子 鏤空的星星 像鏤空的星星 你剪完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框的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進行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就是拿出氣球桿 這就是剛剛主持人說到的 我們常常在外面會拿到氣球啊 米費的氣球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桿子留下來 或有時候它氣球到底它就破掉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留下來 當作下一個東西的使用 那我們可以再拿出布膠 好 這個布膠袋呢 把它拿出來 布膠袋使用的方式 它比較不用使用到剪刀來剪 它需要用到手來撕 它直接這樣撕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固定在星星 找出一個對的方向 像這樣子 然後把氣球桿放上去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來做一下那個對齊的位置 好 把這個貼上去 那記得我們貼的時候呢 要貼兩面都要貼 這樣子的話才會固定這個氣球桿 所以正面這樣貼完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貼另外一面這邊 好 一樣把它貼上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貼完之後 它大概就會長這個樣子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拿出剪刀 把它稍微修剪一下 照著剛剛我們剪的那個星星的那個輪廓 把它剪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剪 好 剪完之後呢 可以把不要的把它撕下來 另外這上面這邊也是 好 根據這星星的這個框 把膠帶給剪下來 那剩下的膠帶 就可以把它折在這個紙的框框上面 第一呢 是把它服貼上去 再來就是一樣 可以把它增加我們氣球桿 貼在這個桿 這個星星框框的那個支架上面 好 好 就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氣球桿 它其實就已經固定在這個星星的框框上面 現在看起來稠稠的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真的變成一個好看的魔法棒的時候呢 必須要靠美麗的裝飾 所以我們就拿出非常好用的這個毛根 怎麼纏上去呢 非常簡單 我們就像上次我們在做那個 黃罐一樣把它繞上去就好了 繞的時候按照你自己想要的步驟 跟想要的順序 把它框上去 像這樣子 一圈一圈繞上去 好 繞的時候記得呢 要繞得密一點點 怎麼說 因為你如果繞得不密的話 就會看得出這個紙的框框 那看出這個框框的話 這個魔法棒看起來就不夢幻了 所以小女生可能會覺得 我的魔法可能變不太出來 所以要記得繞的時候繞得密一點點 那繞的方式呢 就是緊緊的扣著上一個 你繞下去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其實繞的時候滿快的 你只要都很順手的話 基本上繞的速度是滿快的 然後我們這次使用的毛根是一條就好了 不需要像上次一樣把它兩根繞在一塊 我們只要使用一根 然後慢慢的把它繞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一下子的時間 我就把它繞一條丸了 接著拿出第二條 一樣呢 把它扣著上一個結束的地方 繼續往下繞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呢 在星星的這個角角的地方呢 我們會不太容易繞得到 不用擔心 待會最後我們會做處理 再跟大家說怎麼處理那個尖尖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角繞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進行到下一個角 像這樣子 繞上來 在邊繞的時候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星星的這個角 其實繞上這個毛根的時候 變得滿夢幻的 然後整個感覺起來 本來是很不起眼的作品 然後其實變得都滿高級的感覺 在繞的時候也要記得 我要緊緊的緊扣上一個 結束的地方 這樣子會幫助這個作品 最後的完成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好 結束的地方呢 把它繼續往下面繞就好了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打結 跟不需要做任何的交叉 只要繼續往下做就可以 基本上我們需要的毛根數量還滿多的 對 沒錯 那其實毛根的選擇上有很多種 像我今天選擇的是銀色的 因為覺得想要有一種很雪白銀色的感覺 但是如果說大家喜歡的顏色是紅色的 或者是黃色 甚至是有綠色藍色的都可以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的毛根來做選擇 那今天選擇的這個呢 它是屬於比較亮亮色系的 因為我們覺得它是魔法棒嘛 所以想要讓它有點亮亮的感覺 那其實毛根也有另外一種是屬於 它不會亮亮的 它是屬於布的毛根 那種也可以拿來做使用 所以市售的店面 其實有賣各式各樣不同材質的毛根 剛剛老師特別講到說 我們經銷做的是 比較冰雪奇緣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能用的比較銀白世界 那你也可以選擇是布的方式的毛根去纏繞 但是我們的啾啾呢 你也可以換成布織布去設計 所以每一個小女生 她用的魔法棒感覺都不太一樣 然後在繞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緊緊緊扣上一個結束的地方 就像這樣 你看像我這樣子繞的話 它就會每一個都扣在一起 然後會看起來亮亮的滿漂亮的 沒錯 就會把原本紙張醜醜的地方都遮蓋起來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才會說 其實它看起來一點都不夢幻 其實是很正常的 好 角落的地方都不用擔心 我們大家都最後再來做處理 在邊繞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要繞的呢 就是增加這個作品它的牢固的程度 因為你看如果它只是單純的紙張 繞繞在這個氣球上面的話 其實它會那個頭很容易就掉下來 但是我們利用這繞繞的方式 讓它的固定的程度會再更高一點點 嗯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大概已經用到 第四 第五跟毛隔 然後它已經是角角基本上呢 都已經繞繞過一邊 現在換成實在最後底部 對 的地方 通常在交接的地方需要有一點點耐性 因為你會看到它有點不太漂亮 就是用繞的方式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這個作品完成的那個技巧其實就是 我們在繞繞的時候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必須要真的很大的耐心去把它完成 然後不要緊張 然後也不要緊 這樣作品就會完成出來就會很漂亮 你看喔其實幾乎呢進行的非常的快 所以小朋友在家呢你在繞繞繞這毛根的時候 你可以訓練自己的手部能力協調能力 因為這個星星其實是有很多拐腳的地方 所以小朋友你在繞繞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訓練自己的肢體協調能力 然後把每一個角角呢記得都一定要把它包上一層毛根 不然的話如果你有點留白 看起來就不好看了 對 那如果說我們在繞的時候 像現在我發現說這個膠帶的部分它漏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先糾結掉 這樣讓我們的作品呢可以一直保有一種完成度比較高的感覺 好 那因為現在呢我們要在進行這個步驟之前 先把我們準備的熱熔槍先預熱一下 這樣待會就可以進行到下一個步驟 等一下還會用到熱熔槍 對 我們等一下用到熱熔槍的部分 大家看到說其實在設計這個作品的時候 已經發現說其實毛根這熱熔熱熔槍已經是密不可怕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必須要一起結合才能完成一個好的作品 你看喔你在繞毛根的時候特別會遇到這種尖角的地方 小朋友這邊呢你就不可以用硬拉硬撤的 對 你可能需要多繞幾層 然後繞過這個角角之後呢才會到這個直邊 所以你在做這個作品的過程當中呢 大朋友可以幫小朋友呢 當然小朋友呢如果你年紀比較大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把這個六角形五角形自己呢把它纏繞一遍 對 很快的其實你看我們已經到達了最後這裡了 好 一定要記得把所有的邊都繞完 嗯 因為這關係得到我們作品的完成度 我們進行到這邊已經是最後的衝刺階段 那當然也是要視你的五角形而定啦 因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想要做一個大一點的五角形 他覺得我的全杖就是要夠大才夠微風 所以呢如果你要做大一點的五角形的話 你需要用到的毛根量其實就會比較大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小一點精緻一點點的五角形 那你用到的毛根量相對就會小一些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你就可以先設定你的星星大小 好你看現在這邊已經做到最後的部分 之後最後的部分其實我們只需要把它修剪掉 嗯 也不需要做這樣的固定 因為接下來才是這個固定這個星星的重點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星星你看 它其實已經是滿完整的了 就是不管是正面還是反面看起來都亮亮的 好接下來用到我們的熱熔槍 在用到熱熔槍之前呢一樣先拿出一條毛根 然後呢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尖尖角角的地方給遮蓋起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熱熔槍上在這個角角上面 好就這樣很大人的上上去 那我們可以一步一步來 譬如說上了一個角落之後 把這個毛根放上來 貼在這個上面 就是幫它的邊邊框起來 把它的輪廓框起來 好 然後接下來這邊一樣上上我們的熱熔槍 好 一樣把它貼上來 大家可以看到像這樣 它的框框其實就被框起來了 那這個幫助一件事情就是 幫助我們剛剛繞的那個毛根可以固定在這個星星上之外呢 其實也是幫助我們這個作品的星星看起來更完整 那我們可以再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做這個星星的輪廓的時候可以先 這個 兩個角 這一個邊再加一個邊這樣一起弄 弄完之後呢 要動作快一點因為它很容易就幹掉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上來 再把這個放上來 其實這樣星星的輪廓就會很漂亮 好 好 那一樣 這邊 再把它放上來 放上我們的熱熔槍 記得都是一次 弄兩邊 然後把它折上 折進來 那記得喔它會有點燙 所以碰到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放上來 好 最後這裡 再把它放上熱熔槍 你在外圍有幫它多上一層毛根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星星看起來比較的飽滿一些 比較立體一點 不會太單薄喔 沒錯 看起來作品的完成度也比較高 而且星星看起來也比較可愛 好 那這邊沒有那個已經不夠的部分 我們就繼續再把它接下去就好了 好 黏起來 再拿出一條毛根 一樣 這邊 上上我們的熱熔膠槍 好 從斷掉的地方再接上去就可以了 哦 這裡 然後折一個角 再黏上來這邊 黏起來 嗯 好 那你看到它正面的部分其實已經 都算是星星都有在上面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在上面留一點點 我都會在下面留一點點把它剪掉 讓它上面再多一個花樣折下來 哦 一個圈 一個圈圈的感覺 對 好 那背面一樣很醜對不對 那我們背面一樣呢 再用我們的熱熔膠槍再上一次 然後放上毛根 這樣它的作品就會看起來比較完整 再拿出毛根 一樣 從邊邊角角這裡開始 好 大家可以看到從這邊開始喔 好 這邊 嗯 這邊是特別需要蓋住我們星星的背面 對 好 然後呢 就這樣放上來 好 這邊要小心手 會被燙到 對 因為它比較燙一點點 然後因為 現在天氣比較冷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就乾掉 所以呢 在做的時候動作一定要稍微快一點點 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嗯 大家不用太彈心 我們基本上就是用一段膠 然後黏一段 對 一段一段一段這樣去黏 你不要想說我可能一次到位 把所有的膠都上滿一圈 再去繞一圈 這樣你可能上到後面的時候 你的膠已經乾掉了 好 其實我們星星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最後這個桌椅的部分就把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星星 你看這樣子 兩邊都亮亮的 沒錯 很漂亮 看起來很平分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剩下桿子的部分 桿子部分一樣拿出剛剛沒有使用完的這個 毛根我們繼續的把它往下面纏 那這個部分我們上面需要先上一次的 我們就要像這裡 把它纏上去 在頭的部分 這裡 把它先纏上去 它纏的部分其實就很簡單 像在繞圈圈一樣把它繞上去就好 重點就是要把那個醜醜的紅色的部分把它遮住就好 對 稍微壓一下 好的 這部分放完了之後 上面都遮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順勢的往下面拉 然後把它 先繞進去 你要把它繞在桿子上面 那這個繞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就是可能會鬆鬆的 我們就是記得把它往上推 所以待會再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個結束的地方呢 我們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裡有沒有 好 把上上雙龍膠槍這邊 上上去 跟上次我們做那個黃罐的時候一樣 把它壓著推上去就好 再拿出一條新的 然後我們就從這邊開始頭 這邊開始一樣 上上雙龍膠槍這邊 好 頭跟尾的部分都一樣 把這個放上去 開始轉 好 轉的時候就是 你可以用轉 毛根也可以轉我們的這個魔法棒 這樣轉 慢慢轉 它轉的時候 就是調整一下它的間距 這樣子轉 好 可以看到結束的部分一樣 在上雙龍膠槍這邊 好 這裡有沒有看到 好 把它 開始接一點 貼上去 好 新的龍膠槍在這邊 可以看到這裡 好 我們再把它貼上去 然後開始轉動我們的魔法棒 轉 好 這個步驟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氣球棒子 稍微再要一圈 然後一個毛根大概可以纏的長度 是3到4公分左右 對 沒錯 它記得在纏的時候 我們要一直調整它的間距 因為保證那個氣球感的顏色不會被看到 對 然後結束的部分就是記得 上上雙龍膠槍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壓著 往上推 其實這個桿子的部分就是 一直重複這個步驟 把它完成 把它整個桿子的部分 都把它貼滿就好了 那這個魔法棒的那個長度呢 也可以根據小朋友的高度來做 因為像譬如說 這個桿子要是拿給一兩歲的小朋友 就太大一隻了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小朋友的大小呢 來設計這個桿子的長度 然後自己再轉動這個魔法棒 轉 好 開始轉它有沒有 這樣轉的時候 也要順便檢視一下說 這個魔法棒它 到底那個桿 氣球桿子顏色有沒有露出來 然後結束部分一樣 從上雙龍膠槍 好 我們大概剩最後的一兩段的部分 就要快動作把它貼上去 好 一樣 接點的部分 稍微繞一圈 固定好了之後就可以開始轉 可以看到這邊 有沒有 這裡 可以看到這邊其實 已經快接近底部的部分 我們再用上最後一條的那個毛根 這邊先把固定一下 所以你看喔 我們有看C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趁機整理一下 然後呢 再繼續把最後一段尾巴的地方呢 我們纏繞完畢之後呢 其實我們整個星星魔法棒 就已經完成了差不多 只剩最後的九組了齁 剩最後裝飾的部分 那裝飾的部分 其實也蠻快的 好 我們現在呢 要來做結尾的部分 來跟大家說結尾的部分 怎麼做結尾 繞的時候一樣呢 繞魔法棒 然後讓它整隻都繞了滿滿的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剩這一點點 我就會選擇 把後面這個 魔法棒這裡把它剪掉 把它修剪掉 然後呢 我們這邊最後 因為我們在讓小朋友使用這個的時候 怕它會割傷 所以我都會在最後這裡 再做一點安全措施 就是上多一點的熱熔膠 像在這邊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結束在這裡 重點是因為毛根後面它是鐵絲 那有熱熔膠這裡保護一下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受傷 大家可以看到 看魔法棒其實已經完成 差不多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來進行最後裝飾的部分 裝飾呢 我們可以拿出我們這個斷袋 然後教大家打一個簡單的蝴蝶結 就是兩個耳朵 兩個耳朵拿出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稍微打結 然後拉緊 拉緊之後 它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的長度拉下來 兩個耳朵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耳朵調整到一樣大小 像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再加上兩條比較細的 亮緊緊的跟它做搭配的 好 量一下長度 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長度 好 稍微修剪一下 然後再把它對折 像這樣對折之後 它就會有變成四條 這邊把它修剪掉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 蝴蝶結的上面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放上去 它就會有一種兩層的概念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一邊 你覺得比較漂亮的當正面 像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把它 上上熱龍膠槍 放在這裡 可以多一點點 我們可以上多一點點 然後就放在這裡 然後把剛剛弄好的蝴蝶結 放上去 像這樣子 好 放上來 可以看到 大的那個蝴蝶結的 黏上去了 那我們現在固定的是 小的蝴蝶結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們把它這邊 再上上熱龍膠槍就可以了 在這裡 好 這個再把它放下來 做一下調整 黏上去 好 稍微調整一下這個 蝴蝶結的大小 因為有時候怕蝴蝶結會掉 所以我會再多上一點點的 那個 那種膠槍 讓它整個可以完全服貼 固定在上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品 就完成了 嗯 這就是香日可 老師手上呢 也有一根魔法棒 所以小女生這家呢 你就可以互相比魔法 比方說把你變不見 好 在家裡玩的時候 你就多了一個道具 可以做選擇喔 我們要謝謝今天香日可 老師教大家做很夢幻的一個 魔法棒 希望人人都可以成為小魔女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好 現在揮舞著魔法棒跟大家 Say goodbye 大家 掰掰 呼十一 揮舞 喵